大家好,我是SuperBill 我先講HackFolder好了 就是 我們這邊 大家連到後台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Hack.0b.tw 或是HackFolder.org 然後 這部分我個人做了一個 iOS的版本 它跟之前Enjoy做的版本 那個版本的方法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我會重新跟HackFolder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做一樣的工程 然後 就是不適用網頁版的隊員 然後 因為 這個問題是在於 那個 iOS在處理網頁上面 會有一些處理 會有catch 然後這樣子 performance不太好 然後就機制不太好 簡單講就是做完了 然後這個只是拿來給大家看說 如果想要馬上試的話 可以留個email給我 就給你發個公測 然後 我們希望今天可以上架 大概就這樣子 GO 再構大 好 它會讀一下 然後這個是 其他朋友幫我們做的那個 Folder那個圖示 好 好 這邊看到 大小的微妙 寬想一下 就是它跟HackFolder一樣 會顯示的那個功能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這一項 然後 這邊有歷史紀錄 然後可以換頁面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 換到頁面 然後可以得到其他功能 然後其實上 這個點上去就會跟你 在網頁上瀏覽的那個 瀏覽器一樣 然後唯一的功能差別就是 剛剛那個頁面 HackFolder沒有提供你修改 然後 不過頁面內的 一樣是網頁 所以你還是可以 稍微點擊下去做編輯 好 我今天講的這個 這個就是這樣 好 另外一個呢 事實上我今天主要講的 這個是政府公開通訊錄 我其實放他放很久了 所以事實上 它事實上其實不是政府公開通訊錄 它事實上是政府公開製造部裁隊 因為我發現這是一個像冰山一樣的大坑 然後我以為它只是個通訊錄 它事實上不只是通訊錄 然後它目標就是我在通訊錄的時候 認為說 大家需要聯絡打電話給E-mail 或是聯絡誰 我喜歡靠北誰 所以我想要靠北誰 不是我喜歡 然後想要跟人家講說 我的訴苦的事情 然後沒有一個通訊的地方 目標就只有這樣子 然後可以提供一個API給大家用 然後當一開始的時候 是我們政府有提供一些資料 有些沒有提供 我當時現在是有提供的 我們要整理好 然後提供的API資料給大家用 很簡單 然後這個是 如果你在GinV那邊查 那個addressbook的話 這幾個都是 事實上都是掛在我們底下 但是呢 實際上這個 只有活著呢 大概只有第一項而已 意思是說 後面那個呢 因為後面沒有資料庫 沒有弄 然後後面那個呢 沒有UI所以就 然後後面那個 那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後面那個呢 事實上是API 因為沒有沒有在家 然後最後一個 是我之前寫的passer 意思是說 簡單講就是第一個 混活著對了 然後資料也都在第一個 所以其實其他就 有希望跳坑的 我再白推到另外一個坑去這樣子 但是呢 因為資料內容有問題 然後 因為資料內容有什麼問題呢 我趕快聯合一下 欸欸 tale 這裡吧 這是之前快券處理出來之後 已經有公開資料會有個問題 比如說台灣的塔 產體和簡碟是不一樣的 然後在資料裡面的時候 發現這兩個都有 然後有蓮江縣跟福建省蓮江縣這兩個事情是不一樣的 可是事實上對我們這個東西就是差一個字就差不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要手動正規劃 其實這個部分正確來講也不應該是我們去幫他做的 因為政府應該自己去規劃 自己去統整 讓他每個資料都正確的 讓各縣市都是一樣的 然後這部分是我們自己找到的一些改的方式 然後還有一些 主要是介紹這些 然後當然是希望說政府這邊能夠提供正確的資料 然後我們處理的時候比較方便一點 大家用的時候也不會遇到像我這樣的問題 所以呢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後面用的那個POPOLO那個格式呢 是會慢慢長大的 這件事情是說 我們一開始我自己 我們 呃 一開始是這樣的 一開始是我們有開放使用的是政府公開通知資料 那個一個Data Structure Data Structure 一開始就只有POPOLO 跟Membership 跟POST 然後對 事實上只有這一項 然後慢慢的 為什麼剛剛會講到這個東西是有點大坑 就是這個POPOLO事實上就是所謂的通訊路人 然後機關單位 然後跟他們的關係 然後下面事實上還多了 就是後來發現 為什麼我今年打開的時候多了這項這些東西 這項的東西是說 他投票紀錄 然後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動機 然後還有他的那個各地 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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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有部分的 主要是這些 當然是需要很強大的挺坑手 射挺坑,不射挺坑 我們要幫忙把挺坑填起來 一些前端有意外幫忙整理好就可以了